师父连续八年每天打徒弟 明明一身绝世武功不教他 却偏偏让他学医术 而他只能每天躲起来偷学 但因为他的显赫身份 引出了活了三百年的袁天刚 你偷学的这些剑法根本空泛无力 就算连上十年也成不了大器 你是谁 我是谁不重要 你不是想要学习武功吗 我可以教你 你真的可以教我武功吗 袁天刚答应教他武功 但唯一的条件就是不允许跟任何人说 包括他的师父杨淑子 男孩答应了因为他有着血海深仇 不管怎么他都要学得盖世武功 他叫李星云 自打即是其他身边只有一个爷爷相依为命 就连捡到一个馒头都舍不得吃 可这天却改变了他的命运 只见一群脸带面具凶神恶煞的 正在追杀一名头戴斗力之人 显然这人武功不低 面对多人的围攻 他拔出大刀只是击碎一旁的摊位 飞出去的木板就能准确地打断马团 而在房顶上的蒙面人甩出飞刀缠住他的兵器 他却稍稍一用力就镇飞树人 可他双拳难敌四手 面对人人不断地追兵 他还是躲了起来 正巧碰到了李星云也俩 老人本不想多管闲事 可看到钱袋上的标志 却让他改变了主意 问清楚要带的话后 他还问了眼前人的姓名 之后便带着李星云来到了武里亭 当他看到眼前之人后 随即就跪了下去 路级的林中所托我一半成 只是在下还有一事相求 求陆大侠受李星云为徒 因为他认出了眼前人 正是不良人理的陆又杰 可陆又杰却早就看出了两人的不简单 这钱袋上的标记是不良人独有 一般人绝不可能认出 他认为眼前的爷孙两人另有目的 所以并不打算收下李星云 眼看陆又杰不答应 老人也只好拿出了李星云怀里的玉佩 一看之下让陆又杰顿时大惊失色 他猜出了李星云的真实身份 可就在这时 六名鬼面人抬着棺材从天而降 红十一颗人头扔在了陆又杰的脚下 此人正是玄冰教的白无常 只见他双掌一挥树枝案件朝着陆又杰袭袭来 他抱着女儿轻松躲过 可一旁的老人却只能用身体护住李星云 相依为命的爷爷就这么死在了白无常的手里 而白无常来此的目的 就是陆又杰手中的龙拳宝剑 随着他的一声令下 玄冰鬼兵顿时一拥而上 而陆又杰只是轻轻一跺脚 地上的暗器纷纷飘在他的周身 接着他手掌一挥 冲上来的玄冰鬼兵全被击落在地 剑撞白无常运转功力席向陆又杰 但不仅被轻松躲过 还重重地挨了一拳 话音一落黑无常现身 但却直接抓住了他的女儿陆灵萱 黑无常知道两人加一起也不是陆又杰的对手 所以他想利用他女儿逼迫他交出龙拳剑 就在陆又杰危难之时 李星云却咬住了黑无常的头 陆又杰借此机会救出了陆灵萱 但他却中了黑无常的千尸万毒掌 只要动用内力就会独入肺腑 最终不仅被黑无常抢走了龙拳剑 还激发了体内的毒素 就在黑无常要斩尽杀绝之时 突然出现一人 一招就将他击飞回去 来人正是不良人理的杨树子 黑白无常一件事他顿时逃走 而陆又杰在临死前把陆灵萱和李星云托付给了杨树子 可他却只教陆灵萱武功 教李星云的只有医术 本想着这样能让李星云逃过血雨腥风 其料最终还是没能逃过命运的安排 这天杨树子突然接到了一封不良人的密信 随后便找到两个徒弟 奇怪的是一直不让李星云学武的师父 今天却魄力让他在一旁观看 可没想到却看到了师父抱坐陆灵萱的一幕 一向对师妹疼爱有加的师父 今天竟然毫不留情 不仅打得陆灵萱鼻青脸肿 甚至还打得他口腹鲜血 这样的话彻底刺激到了陆灵萱 他愤怒地使出全力攻向杨树子 可依然被打得上串下掉 甚至下手比之前还要中 招招都打向他的要害 就像对待敌人一样 陆灵萱完全招架不住 打完还要用言语羞辱他一番 见到陆灵萱还要在战 杨树子竟然使出了他的绝学 青莲剑戈大杀招 惊鸿 只见他一跃而起直冲凝霄 然后犹如流星般带着气了 一冲而下直奔陆灵萱 就这样一直点在他的眉心 陆灵萱怎么也没想到 师父明明说的是测试自己的武功 结果却用出了大杀招惊鸿 陆灵萱在不甘中缓缓地倒了下去 而看到这一切的李星云怒了 为什么要这么对待灵萱 我错的是我 为什么不惩罚我 现在轮到你了 没想到杨树子要对付的不仅是陆灵萱 接下来就是李星云了 但他还是一样先要用言语羞辱他一番 杨树子成功激怒了李星云 听完后李星云就挥起拳头打向了他 可他答应过不良帅不能显露真实武功 只能用平时偷学来的招式 结果被杨树子打得找不着呗 事已至此李星云决定不再隐藏 他大喊一声挣脱起身 一招就击退了杨树子 然后开始运转功力 只见他双臂蒸气涌动 显然功力已到上成 这下看待了杨树子 就在这时陆灵萱醒过来 原来杨树子之所以这么做 是为了逼陆灵萱使出全力 在他气门大开之时 便能为他开窍 他最后那一招惊鸿看似凶猛 但其实在接触到陆灵萱那一刻 他早就把真气外散 而杨树子还有另一个目的 就是逼着李星云露出真本事 因为他收到的那封信上 说有人在偷偷教李星云武功 这下真的让他认证了出来 可当杨树子要问个究竟时 不料李星云在这时却咳嗽不止 杨树子上前为他把脉发现了不对劲 但却没有继续追问下去 他似乎已然知晓了一切 晚上他找到李星云 那是不想他卷入这残忍的纷争中 可如今看来是躲不过去 他也不再强求 对李星云的态度变得和蔼可亲切 这边李星云刚刚和师父兵士前嫌 隔天一早满心欢喜地来找师父 却发现师父的房间一片狼藉 两人顿时察觉到师父出事 于是便决定离开剑炉下山营救师父 殊不知这却让整个江湖开始了动荡 可没想到同时玄冥教却也派出了黑白无常 与此同是幻音方的女帝 也派出了第一侍女姬如雪 渝州城有千年火灵之处行 我要你立刻前往渝州 将其带来 定不止你出所望 而此时第一次下山的李星云和陆林轩 为了赚取盘缠 进阶下了药王府的红宝 原来是药王本想给自己全城第一帅的儿子取亲 但却收到消息有人要趁此机会夺取千年火灵之 可宝贝对他来说不算什么 他只怕伤到儿子的绝美容颜 药王拉起李星云上下打人一反 不管怎么看都和他儿子极为相想 所以他想让李星云假扮他儿子去娶亲 李星云看在他出手阔绰的份上便答应了下来 殊不知此时的姬如雪为了得到火灵之 他已经悄悄潜入新娘的房间 打晕了他后自己假扮成了新娘 来接亲的李星云却浑然不知 不过第一次娶亲的他非常好奇新娘长什么样 顺手就揭开了新娘的红盖头 却不料这一眼注定了两人的仪式情缘 此刻青梅竹马的小师妹瞬间就不香了 可下一秒 李星云此时还不知道姬如雪也是假案的 竟然直接掏出了火灵之交给了姬如雪 就在这时迎面却来了一队丧葬队伍 他们脸带鬼面 显然就是冲着接亲队伍来的 不知情的媒婆还上去与之理论 结果就在这时棺材突然打开 树道暗器随之而出 媒婆连同接亲队伍当场被击杀 来人正是玄冥教的黑白无常 李星云刚一掀开教帘却愣在原地 他们怎么也没想到 刚一下山就遇到了仇人黑白无常 当年相依为命的爷爷 被白无常所杀的场景让他至今无法忘卫 而陆林轩更是因为黑无常的千师万毒长 失去了父亲 这让他瞬间失去了理智 冲上去就要给他爹报仇 小妹妹 借借我杀人无数 不知道你爹是何人呢 师妹 玄冥 不要跟这个丫头多纠缠 先拿个火灵汁要紧 轿子里的姬如雪听后却先发制人 等到黑白无常攻来时 他破开轿子直接飞走 但没走多远就被玄冥教的人给追上 只要你乖乖地交出火灵汁 我兄妹二人 就会大发慈悲 有本事 尽管来哪 随即姬如雪就动起了手 真不愧为幻音坊第一侍女 动作干净力所一朝一朝 玄冥教的这些鬼兵眨眼的功 就全部趴在了地上 见状黑白无常只好亲自出手 两人一直形影不离 修炼的又是双修的功夫 配合起来姬如雪就有些难以招架 就在这危险时刻李星云从天而降 两人再次四目相对 姬如雪似乎也被李星云这迷远的眼神勾住了 这是玄冥教和幻音坊之的 于你有何干涉 他们哪里知道李星云就是当年那个孩子 而如今的李星云经过袁天刚的教导 武功已经不是黑白无常所能敌的 刚交手几招两人就被李星云打得节节败腿 而姬如雪却趁机溜走 这时陆灵轩也冲了出来 可看着陆灵轩的眼神 却让他想起了当年吴里亭的陆又姐 当年杨叔子就是在渝州城外的吴里亭 带走了他们跟龙泉街 他们会不会就藏在此处 据说得龙泉剑者得天下 现在知道了两人的身份 黑白无常便想通过两人找到龙泉剑的巷 结果李星云却趁机一掌将白无常击飞 而就当他继续上前攻击时 无料却中了黑无常的千尸万毒主 黑白无常趁机顿鼓 也正因为此 李星云两人结识了另一大势力通文馆 张子凡 天空中突然飞来一白发少年 却正好砸中了陆灵轩 而少年却对着他撅起了嘴 原来少年此时已经鸣顶大醉 陆灵轩见状本想离开 其料少年却抱着他大腿不松手 这奇怪的一幕引来了围观群众 纷纷议论两人 这可气坏了陆灵轩 不料陆灵轩刚一转身 少年又抱住了他的大腿 见状陆灵轩弯下腰把他扶起 然后慢慢地让他转过身去 下一秒 原本以为这下终于摆脱了 其料少年就像装了GPS一样 又找到了他 而此时玄冥轩的鬼兵突然出现 吓得陆灵轩赶紧躲起来 少年见状却直接出去迎走了鬼兵 这让陆灵轩有些纳闷他真正的身份 竟然不怕玄冥轩的鬼兵 而他更是神出鬼没 刚刚离开下一秒 却出现在了自己的身后 不管陆灵轩如何都甩不掉他 无奈之下也只好带着他回到了客栈 结果却发现李星云躺在地上昏迷不醒 原来李星云虽然打跑了黑白无常 但却中了千师万毒长 唯一的办法就是找到糯米 吸出体内的尸毒 可此时的各大凉店都被玄冥教的人为首 无计可施的陆灵轩突然想到了药王府 幸幸的是他们帮助了药王的儿子成功娶亲 所以很容易地就得到了一代糯米 却没想到回来的半路遇到了这个白发少年 而他因为醉酒竟然吐进了糯米袋子 就在两人纠缠之时 姬如雪却找到了李星云 因为他正要离开时突然发现火灵芝不见了 把火灵芝交出来 此时的李星云毫无还手之力 但他却提出一个要求 让姬如雪帮他把毒逼到右手的伤羊血 可就在两人运功逼毒之时 玄冥教的鬼兵却找到了这里 而眼下两人一个深重剧毒 一个耗尽了内力 一旦鬼兵闯进来两人谁也逃不掉 于是李星云便让姬如雪去引开鬼兵 等到安全后他再回来驱火灵芝 为了完成女帝安排的任务 无奈之下姬如雪也只好按照李星云所说 他一个人前去引走鬼兵 就在这时陆林轩毁了 他身后的白发少年静眼就认出了这是尸毒 果然招惹了玄冥教的人 不过这小子聪明 把尸毒逼到了伤羊血 这样可以延缓得尸毒的发作 这是个可燥之财啊 随后他便用剑割破了李星云的手指 接着运转魅力一掌打在李星云的后背 只见黑色的毒血一点一点从指尖流出 李星云的脸色也恢复了正常 陆林轩这才露出了放心的笑容 他怎么也没想到大街上捡来的一个人 竟然这么轻松的就能解了黑无常的千师万赌掌 殊不知这白发少年乃是通文馆的少馆主张子凡 而他有个毛病就是一喝酒就断片 会完全变成另一个人 可当他清醒过来后却又会什么也不记得 变成一个温文尔雅的翩翩公子哥 李星云虽然得救 可玄冥教却因为黑白无常没能得手 竟派出了大星位的招胜炎君 他刚崩碎铁链 却被一只火焰手化为了飞灰 而出手之人正是玄冥教的招胜炎君 一手阎龙掌已经炼得初神入化 功力更是达到了大星位 如今黑白无常再次失败 玄冥教便派他来对付李星云 可他刚一到分舵就给黑白无常一个下马威 把刚才说的话再给我说一遍 先前派去搜查李星云的弟子 击中了幻灵房的记 被逐哥击破了 招胜炎君虽然太得凶猛 但他既贪功又耗死 刚镇压了黑白无常就带着手下 迫不及待地来到了万花楼 奇料却让他撞见了李星云 随后双方就大站在一起 而玄冥教不知道的是 此时在这里的不仅有姬如雪 还有幻音方的九天圣鸡 因为姬如雪迟迟带不回火灵芝 九天圣鸡为了在女帝面前抢弓 便偷偷来到渔州 原本姬如雪是不会说出李星云的下落的 奇料这时的李星云却自己送上了门 他被圣鸡的手下发现 强行拖进了万花楼 九天圣鸡像用自己的美貌来征服李星云 在万众瞩目下伴随着鼓声他隆重出场 在场所有男人的目光都聚焦在他的身上 甚至有的人忍不住流出了口水 可李星云却转头就走 他迈着妖劳的步伐慢慢靠近李星云 以前这招百是百 可李星云却一点不解风情 不仅拒绝他的邀请 还无情地甩掉他的手 就在他要爆发之时 鸡如雪冲了出来 李星云是我请来的客人 还请姐姐不要为难 他走上前告诉圣鸡 玄冥教的招圣炎君已经找上了门 可圣鸡却不相信 妹妹想要立功 也用不着用这种方式来框 招圣炎君怎么会当这个横花楼呢 信不信有你 李星云今天必须跟我 就在他们争执不下之时 招圣炎君已经走了进来 再想走已经来不及了 他们只能应战 可这些玄冥教的鬼面兵 在鸡如雪和九天圣鸡面前 根本就不够看 三下五出二就全部放倒在地 而李星云对上招圣炎君就有些吃力了 没过几招 他就被掐住脖子提在半空 眼看李星云危险 九天圣鸡突然伸出右脚 伴随着铃铛声响起 只见庶民身穿紫衣 手拿双刃的女子出现 他们动作整齐划衣 招圣炎君一剑顿时停了手 幻音方和玄冥教齐名 又怎么会怕他的几句话 随即九天圣鸡挥动水秀就攻了上去 虽然想要战胜招圣炎君不可能 但拖住他是没问题 而鸡如雪则趁机带走了李星云 正好碰到了陆林轩和张子凡 四人一商议决定兵分两路先行离开渝州城 可李星云三人刚跑到城外的密林 就招到了偷袭 偷袭他们之人正是黑白无常 就在这时招圣炎君也赶了过来 这下让张子凡开始纳闷了 玄冥教里有五大炎君 各个都是大兴魏的实力 可不是黑白无常能比的 与此同时鸡如雪带着幻音方的人 也追了过来 如今刚刚下山的李星云 就惹上了玄冥教和幻音方两大势力 而他不知道的是身边的张子凡 更是通文馆的少馆主 现在三大势力齐聚 大战一触即发 黑无常只是想求得宝要为小妹疗伤 可招圣炎君却提出了一个找死的要求 不过你小妹如果愿意献身于我 我倒可以考虑自他一颗吃鬼无缘蛋 招圣炎君怎么也没想到 他看不起的两个小果 却因为这一想法要了他的命 起初招圣炎君带着玄冥教众人包围了李星云 可李星云却突然爆发实力 功力直逼大欣慰的招圣炎君 眼看一时间拿不下李星云 他却把目标锁定在了陆林轩身上 李星云见状直接将功力运转到手臂 之后一飞冲天 这便是杨淑子的绝学 惊鸿只见李星云从天而降 一直点在他的眉心 散发的真气顿时震的众人连连后退 而招圣炎君则重伤倒地口吐鲜血 黑白无常见状赶紧带着他跑路 回去后招圣炎君第一时间服药疗伤 可黑无常看后却露出了贪婪的表情 因为白无常一直内伤未愈 他本想着借助赤鬼补元丹来替白无常疗伤 可没想到招圣炎君竟看上了白无常的皮囊 为了得到圣药 黑无常答应炎君愿意为他做任何事 见状炎君便把药赏赐点了他 可结果白无常刚一吃下去 就口吐鲜血 原来要想服用赤鬼补元丹 必须要要求有大星位以上的实力采取 反之他便是威力更大的毒药 显然招圣炎君是在故意捉弄他们 但不论是在玄冥教的地位 还是自身的实力 两人都拿他没有任何办法 于是黑无常想到一招借刀杀人 定好计划后他们来找炎君 炎君 只要夺得济入血身上的火灵汁 炎君您不但能修复内伤 还能增长的地 他们是想通过炎君抢夺千年火灵汁 然后给白无常服下 这样不仅能治好内伤 就连功力都能提升一个段位 只是招圣炎君虽然看着粗犷 却一听就识破了两人的算计 白无常又挨了一顿打 炎君饶命 如果炎君得到火灵汁的话 不但炎君的内伤可以痊愈 届时炎君的炎龙长也就出神入化 不得不说黑无常的脑子真够用 一看计划被识破立马开始圆火 而招圣炎君也被他说动了 直接派出了北明玄煞为独李星云 北明玄煞是玄冥教最精锐一支骑兵 他们不仅个人战力强悍 最主要的是他们在一起 可以摆出月节挑战的北明玄煞阵 李星云和姬如雪很快就落了下坊 而姬如雪更是一个不注意挨了一脚 李星云健壮戴上姬如雪奋力地冲出了包围圈 可姬如雪中的是北明玄煞功 与他修炼的幻音爵正好相克 李星云想用自己的内力为他疗伤根本就不管用 眼看姬如雪昏迷不醒 李星云也只好把千年火灵之给他服下 可就在这时招圣炎君带着北明玄煞追了上来 挺能跑啊 我告诉你 现在的渝州城已经布下了天罗帝王 纵然你本事再大 也差尺难逃 原本李星云姬如雪两人都不是对手 更何况现在只有一人的李星云 一时间他根本就没办法破解北明玄煞阵 很快就被逼到角落 肩膀也被一刀刺穿 这时李星云突然爆发 只见他抬脚踹飞一人 之后抢过大刀顺势逼退围攻的北明玄煞 原本以为他会露出真实实力 轻松解决玄冥教这帮人 没成想这霸气的姿势刚买完 脑袋就挨了一脚飞出数米远 就在这帮人要趁机解决掉他时 一只飞剑突然袭来 被击中的北明玄煞竟直接被射出了屋外 而来人正是姬如雪 服用了火灵支的他不仅伤势痊愈 功力也是大掌 招圣炎君怎么也没想到 刚刚还被自己追得如丧家犬的两人 会突然逆袭 而接下来他不仅被姬如雪打伤 最后还被一旁的黑白无常吸干内力而亡 原本黑白无常兄妹想借助他的力量 取得火灵支为白无常疗伤 现在火灵支却被姬如雪服下 他们则想到了吸收昭盛炎君的内力 这样不仅可以疗伤还能让他俩功力大增 而身受重伤的招圣炎君 只能眼睁睁地被吸干而死 殊不知玄冥教的其他四大炎君已经到了渝州 发现分舵没有招圣后 便发出了信号 而黑白无常却不慌不忙 先是处理了招圣炎君的尸体 然后又给了自己一掌 假装受了重伤的样子 这才跑回了分舵 招圣炎君他没了 被李星云 和幻音坊的鼻子济入雪 给杀了 连世上我们都没得夺回来 可他俩的说辞 作为老大的人胜炎君却不相信 于是便让老二去把事情查清楚 则让老三和老四去追寻李星云 黑白无常见人胜炎君竟如此有头脑 不免开始慌张起来 人胜炎君刚要就地处置两人 可他又忌惮孟国 毕竟黑白无常是孟国的人 想到这他暂时放过了他俩 等到黑白无常回去后 两人发现了不对劲 这讲人节表现得过于平静 甚至没有责怪我们兄弟二人万事无力 我总觉得奇增 有些蹊跷 人胜炎君是想把丢了火灵芝的罪责 推在他们身上 既然猜到了人胜炎君的想打 索性两人直接回玄明教主动领罪 本想着能占得先机 奇料刚到教中就被孟婆给掀翻在地 但他们知道在劫难逃 只能把责任全推脱到已死的昭胜炎君身上 两人知道现在死无对证 便一口咬定打死也不承认 就在这时身后的大门打开 伴随而来的则是电闪雷鸣 一个小孩子的身影出现 可黑白无常却吓得瞪大了双眼 下一秒身影一闪 二人就被控制悬浮在空中 他们的内力也在迅速地被抽离 而来人正是玄明教的教主明帝 眼看黑白无常就要死在当场 这时孟婆却出生求情 明帝这才放了黑白无常 因为修炼九优玄天神功 导致他样貌丑陋还一直是个侏儒的模样 本来想借助火灵芝修炼神功 可他却找到了另一种稀释精气的办法 如今已经神功大成 所以就给了黑白无常一次机会 让他们去找寻龙泉剑的消息 死里逃生的黑白无常 现在只能回到渝州城 想办法获取龙泉剑的消息来保密 殊不知现在的渝州城里 各方势力齐聚 通文馆的老九老师已经赶到 还有不知是和势力的清国清城姐妹花 就连不良帅也派来了上官云雀 他的实力更是高深莫测 刚刚重伤招胜严君的姬如雪 在他面前竟然连拔剑的机会都没有 而这所有人的目标 却都指向了李星渝 看你们这回往哪儿逃 这是李星渝八年来第一次不隐藏实力的对战 这些玄冥教的鬼面兵 连他的一招都接不住 黑白无常见状开始悄悄后腿 他是五大阎君中的老四 功力已经到达了大星位 在玄冥教中更是地位崇高 原本以为对付一个矛头小子不费吹灰之力 结果没过几招就被李星渝打得找不找呗 李星渝的功力不仅他不相信 就连青梅竹马的小师妹也被惊掉了下巴 而一旁观战的其他阎君 眼看着他们的四弟就要被李星渝打废 竟不讲武德的一拥而上 不过李星渝刚刚根本就没使出全力 即使四人一起上 短时间他对付起来还是游刃有余 这下一旁观战的黑白无常 却感到了后怕 而在暗处通文馆和幻音坊的人 也在默默注视着这里发生的一切 李星渝突然的显露真实实力 让两大势力选择了暗兵独动 可李星渝虽然功力可敌四大阎君 但他还是缺乏实战 再加上四大阎君本是兄弟 配合起来相当默契 还是抓住机会一脚将李星渝踹飞 可就在他要趁机补刀之时 陆灵轩却冲出来挡在了李星渝身前 这大势为权力的议者 当场就把他打的口铺鲜血倒飞了出去 看着小师妹倒在自己的怀里 李星渝贪怒了 从小只有师妹对他好 还会把师父教的武功偷偷传授给他 两人同一天失去了最亲的人 所以两人相依为命 如今竟然被打成重伤生死未卜 李星渝轻轻地把师妹放下 在站起来时已经双眼充满了杀气 处于暴走状态下的李星渝 此时的功力已经超越了大星位 现在的四大阎君完全不是对手 刚一交手就费了其中一人的手臂 现在李星渝展现出来的实力 让关战的各方势力都开始忌惮起来 原来杨淑子并没有真的消失 而这一切的事情都是不良帅安排的 在大唐即将灭亡之际 他解散了不良人 但却把龙泉剑交给了陆又杰和杨淑子 这把剑就是他留给李星渝的 希望他成长起来后 带领不良人匡复皇室 如今不良帅算准时机已到 为了能让李星渝快速成长 他让杨淑子烧毁剑炉 利用玄冥教来磨练李星渝 而此时四大阎君 已经知晓李星渝的实力远在他们之上 他们也只能用上最后的一招 只见他一拳击出 却被四大阎君合力挡下 这一下李星渝无力抵挡 顿时被阵飞了出去 他在想起身 却因为真气上涌晕了过去 可一旁的小师妹就惨 说完老三就要上嘴 结果下一秒 出手之人正是通文馆的张子凡 他已经在暗处观察多时 眼看着陆凌轩就要惨遭毒手 危机时刻他站了出来 只是现在人圣炎君身具四大阎君内力 张子凡根本就不是对手 可就在这时姬如雪带着幻音方的人 却制住了玄冥教其他人 因为姬如雪看到了黑白无常杀死了招胜炎君 这时候正好派上用场 利用他俩拖住张子凡 无奈之下两人也只好赵佐 可他俩连五秒都没坚持住 就被张子凡打趴在地 但张子凡却没有去追姬如雪 因为他现在更担心陆凌轩 四大阎君现在也是强弩之末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们离开 而姬如雪虽然抢走了李星云 但却没有第一时间交给女帝 因为通过之前两人的接触 让她的心不知不觉间已经爱上了李星云 看着李星云身受重伤 姬如雪只想先救火他 可没想到就在运功疗伤之时 异鬼面人突然闯入 一个闪现过来就把他打晕了过去 而此人正是上官云去 他把李星云带到了藏兵 隐藏在背后的不良帅也终于现身了 不良帅听后只是挥挥手让他出去 接着就对身后的杨叔子说出了李星云的身份 他乃是大唐皇室唯一的血脉 如今却为了杨叔子这个师父身受重伤 话里话外都是让杨叔子主动现身 用他这毕生的功力换取李星云的生机 杨叔子看着昏迷的李星云 脑海中回想起这八年来的过往 他费尽心思想让李星云远离这江湖的险恶 不愿他在卷入权力的争斗中 可到头来还是没能逃脱命运的安排 对于李星云他视如己出 如今眼看着他命在旦夕 杨叔子又岂会放任不管 如不良帅所料一样 杨叔子终究还是以命换命 将自己毕生的功力传给了李星云 等到李星云醒来时 却发现师父已经没有了气息 而不良帅也终于把所有的真相告诉了李星云 而他不良帅的真实身份就是袁天刚 当年他被堂皇赏识赐予国师一职 一边占卜星象一边炼制长生不老药 可就在试吃不老药的时候却出现了意外 虽然达到了长生的效果 但容貌却近乎变成了人不人鬼不鬼的模样 最终他只能辞去国师一职 为堂皇建立了一支只听命皇室的秘密部队 名号就叫不良人 你是袁天刚 不可能 这世上怎么可能有活了三百多岁的人 为了证明自己的话 不良帅直接摘下了面具 那丑陋的模样直接把李星云吓滩在地 这下他彻底相信了不良帅 而另一边的女帝得知李星云被人抢走 就连姬如雪也下落不明 顿时大发雷霆 更是狠辣地将这些侍女全部处决 然后叫来了九天圣姬范英天 命他前去寻找姬如雪 殊不知姬如雪现在正被绑在藏兵里 等待她的是不良帅那残忍的手段 而唯一能救她的只有李星云 为何活了三百年的袁天刚 却要故意抓来换英方的姬如雪 原本姬如雪正在为李星云疗伤 不料却被上官云雀打晕带回了藏兵 姬如雪现在无法动态 只能任人宰割 随后上官云雀就禀告了不良帅 他已经等待多时 虽然他获得了长生不老的躯体 但也因此变成了人不人鬼不鬼的模样 还需要跟年轻的女子采音补羊 接着他取下面具露出了真容 这下就连是幻音方第一侍女的姬如雪 也被吓得瞪大眼睛 只见他面目猙獰浑身腐烂 姬如雪也只好认命地闭上了眼睛 就在这时密室的石门突然被人打开 熟悉的声音传入姬如雪的耳中 顿时让他高兴地流出了眼泪 来人正是李星云 李星云此事不想和他废话 只想马上救下姬如雪 可就在当当不良帅说出了他真实的身份 请求他带领不良人匡扶皇室从挡江山 但李星云却说什么也不答应 现在不良帅同样不放过姬如雪 眼看李星云已经站不起了 但还在那挣扎 不良帅好奇地问他这究竟是为何 李星云在这一刻终于用出了自己的身份 殊不知这一切都在不良帅的算计下 他早就猜到李星云不会轻易答应起兵称帝 所以就让上官云却一起把姬如雪带回藏兵 还当着李星云的面说出姬如雪的消息 不然上官云却再怎么喜欢李星云 他也不敢背叛不良帅把李星云带到这里 不良帅见自己的计谋得逞大笑着离开 紧接着他就找来上官云却 不良帅知道李星云现在是敷衍他 所以他打算让李星云出 而他却先一步让所有势力知道李星云的真实身份 到时候就算他想与世无争 野心勃勃的各大势力也会逼得他走上称帝之路 隔天不良帅就把龙拳剑交给了李星云 并告诉他虽然世人都想抢搏龙拳剑 但却没人知道龙拳剑里的宝藏 只有李氏真正的子孙才能破解 我如何能破解 随即他便带着姬如雪和龙拳剑出了藏兵 李星云以为自己出了谷就能摆脱不良帅 殊不知从他出谷的那一刻起 不良帅就安排人一直监视着他 而李星云刚刚一进城就发现了不对劲 所有人都对他指指点点 姬如雪在墙上看到了追捕李星云的判官令 这都是拜不良帅所赐 李星云是李唐后裔的消息 早就传到了玄冥教 明帝第一时间就下达了判官令 赏金万两全程追捕李星云 可就当明帝要向他父皇禀告此事时 没想到朱温正在寻欢作乐 而他怀中的女子却是明帝的妻子 他刚当上皇帝就开始寻欢作乐 不仅数十位美女围绕身边 怀里抱着的更是他的儿媳 可就在他无比享受之时属下来报 他一脸不耐烦的平退舞姬 抱着儿媳在龙椅上等的大皇子境界 而这大皇子正是玄冥教的名帝 弟健壮也只能忍气吞声 还必须笑脸相迎 他为了帮父皇开疆扩腿 修炼了九幽玄天神功 导致自己变成如今这丑陋的模样 可没想到没能得到父皇一点的夸赞 还被抢了媳妇 想着以后能接管皇位 他便只好强人 如今得知李唐竟然留有一个后裔存活 他便来禀告父皇 前朝于念 听到朱温的话 冥帝表面上答应 可眼神里却充满了杀鸡 回到玄冥教冥帝大发雷霆 这是一旁的孟婆出声提醒 现在可不是和朱温翻蕾的时候 李星云的出现已经引起了各大势力的注意 他们一直都虎视眈眈 如今知道了李星云是李唐的后裔 这正是他们名正言顺造反的机会 所以必须要除掉李星云 与此同时 其他两大势力也都接到消息 而通文馆的李四元却非常清醒 他知道李星云现在是其祸可居 不是哪一方势力可以单独消化的 就在这时一人引同天而降 李存孝第一时间出来护驾 可作为通文馆第一猛将的李存孝 用尽办法也碰不到对方一根毫毛 而他那小山般大小的手掌 却被来人轻易地挡住 尽管他用尽力气也不能动弹分毫 来人正是幻音方的拟定 他本是李唐的齐王 在前朝灭亡之际组建了幻音方 而通文馆乃是晋王组建 他们和朱温的玄冥教分庭抗礼 如今羽帝单枪匹马来闯通文馆 就是因为李星云而来 李星云身份曝光 搞得天下皆知 一圣主看 这件事是谁捅出去的 既不是你幻音方 也不是我通文馆 读了玄冥教还会有谁 要是玄冥教得了手 还会下盘官力吗 羽帝猜测除了他们三大势力外 有着另一股势力在背后推波助澜 目的就是想让他们三方势力互相争斗 而最终他们坐收渔翁之力 你是说通文馆幻音坊和玄冥教三方巨损 那总得有一方受益吧 不良人 而此时的李星云刚从藏兵谷出来 却发现到处都贴着他的画像 他们也不敢停留 第一时间就去寻找南烟客 不料却被一个东营小矮人给拦下 要见南烟客都要通过他这一关 可没想到他提出的笔事却是跳高 随后李星云便高高地扔出铜钱 就在小矮人高高跃起时 他们却趁机溜了进去 奇料屋里竟布满了机关 只见一口大钟突然从天而降 幸好上官云却手机眼快推开了二人 可接着屋内又飞来两顶大刀 显然这是个连环机关 李星云见状直接抓住小矮人挡在身前 飞来的大刀竟直接悬停在了半空 还请少侠高抬贵手 只见一手拿烟杆的少年出现 他便是神算子南烟客 可这并不是他真实的面目 因为他知晓得太多 为了保命 只能每次都一用现身 而还不等李星云开口 南烟客便已经知道了他的来意 但要想知道龙泉剑的秘密 必须答应他一个条件 李星云如今只好答应他 随后他便告诉李星云 龙泉剑乃是欧耶子所住 要想知道里面的秘密 只能去找他的后人 他就这么简单地换取了李星云的一个承诺 等到李星云几人出去后 通文馆的老九老师早已经再次等候 他们听同李四元的安排 客客气气地来请李星云 殊不知这一切都被玄冥教的人 看得清清楚楚 这绝对是我看不还原度最高的漫改剧 所有人物几乎都是一比一的还原 更是请来了张静初来演美艳霸气的女帝 而令人想不到的是大反派人物黑白无常 人气却盖过了主角 成为人们纷纷追捧的对象 原本两人只是玄冥教里的小头目 总是被几大阎君欺负 但他们却心狠手辣 竟然趁着阎君受伤 直接吸纳了他们的内力 从而提升自己的功力 可因为他们是玄冥教二把手孟婆的亲信 其他阎君没有证据下也不敢将他们怎么样 不过人胜阎君还是逼着两人吃下了毒药 随后两人来到一处破庙 正当两人准备运工疗伤之际 突然背后人影闪过 而当两人四处查看之时 房顶上掉下一人顿时吓坏了白无常 大哥 是蒋正义 是谁在装身弄鬼 这是一脸带鬼面的神秘人现身 避雨就到破了两人残害同门的事情 二人见事情败露当即就想杀人灭口 不料两人即使吸纳了两位阎君的内力 在此人面前还是不堪一击 三两下就被制住 这让黑无常很是害怕 什么人 你为何要插手我玄冥将内部之事 神秘人完全不搭理黑无常的疑问 而是自顾自地说出自己的条件 他给了黑白无常两个选择 一个就是归顺于他 他可以帮助两人吸干其余于阎君的内力 另一个就是把人圣阎君的尸体送到玄冥将 当场揭穿他们的罪行 你为何要对付蒋氏兄弟 有些事情知道的太多 可不是什么好事 如今黑白无常被阎君吓了剧毒 而他俩又不是这个神秘人的对手 为了保命黑无常最终答应归顺了他 我们兄妹二人早已对蒋氏兄弟恨之路 若能将其重掉的话 那定是这块石 随后黑白无常按照神秘人的吩咐 向三大阎君禀报 说是找到了昭盛阎君的尸体 通文馆的李存孝和李存忠两人 他们正要拿着尸体回去计舌 可人圣阎君一开始根本就不相信两人的话 不过黑白无常已经服下他的毒药 经过一番思索后 他还是派老二老四前去抢回尸首 双方一碰面重圣阎君就让他们交出老五的尸体 这可把李存忠听得一脸懵圈 而无脑的老四却以为他在装傻 开始大放厥词 见李存忠两人这就要走 黑无常赶紧叫嚣 不交出人就要大开杀戒 这狂妄的话却彻底激怒了李存忠 转身就和两大阎君大站在一起 而黑白无常则攻向了李存孝 只是他俩都是装个样子 刚一交手就被打退 腾出手的李存孝随即就攻向两大阎君 结果在玄冰叫呼风唤雨的阎君 却经不住李存孝的一拳 死定 走 死定 就靠莫追 李存忠并没有继续追击 他已经察觉出这件事情另有蹊跷 而跑走的两大阎君这时也反应了过来 他们这是中了黑白无常的奸计 可为是已晚 黑白无常早已悄悄跟随而来 如今两人身受重伤 已经不是黑白无常的对手 你们干什么 这一切 都是你们讲师兄弟逼的 这样的结果都是你们咎由自取 以为我 无常所命 至此玄冥教的五大阎君 已经有四位都被黑白无常吸难了内力 他俩的功力也一举突破到了小天位 接下来两人就要对付 颜军之手的人胜颜军了 这黑白无常 是不是连我这个名利也放在眼里 五大阎君难招伪战多年 屡屡为我玄冥教立下大功 没想到最后竟死在自己人手里 谁也没想到原本只是玄冥教的两个小鬼 却先后干掉了五大阎君 他们在神秘人的帮助下 吸纳了老二和老四的功力 回去后他们又把事情嫁祸给了通文馆 可就在这时属下送来一封信 而人圣颜军看到后脸色大变 黑白无常担心事情败露 便偷偷跟在他的身后 他是玄冥教的道圣温涛 精通风水擅长遁地道师之术 此人一向神秘 据说没有什么事他查不到的 人圣颜军让他去找回四兄弟的尸体 属下并竭尽全力 这下黑白无常慌了 赶紧去找神秘人 而这一切神秘人似乎早有准备 他告诉黑白无常天台山向西五里 有一个地火洞 那里就是人圣颜军的天然克星 因为五行相克 他修炼的精通掌最怕的就是 并且进了洞后他的内力也会急速流失 二人听后大喜 猥胁神秘人后便回去找人圣颜军 他们以其他颜军的尸体为诱 把人圣颜军引到了地火洞 而黑白无常提前把三位颜军的尸首摆放在这 果然人圣颜军看后失了神 黑白无常就在这个时候动了手 人圣颜军如今还不知道身在何处 在他眼里黑白无常只是个随意拿捏的小谷 可当交上手后却发现两人的功力已经到达了小天位 而黑白无常更是有着千尸万毒长 听到这个消息后让人圣颜军彻底疯狂 可他却动用不了一点的内力 随着黑白无常的一具厉鬼勾奔无常所灭 五大颜军最后一位的人圣颜军也被两人吸干了内力 可他们万万没想到这一切却被玄冥教的暗叹看得清清楚楚 明帝接到消息后愤怒至极 五大颜军为玄军立过汉马功劳 当初礼堂的皇帝就是他们五兄弟所杀 如今却死在了黑白无常两个小鬼的手中 在孟婆看来黑白无常如今更有用 因为吸收了五大颜军的功力 他们两人的功力已经到达了中天位 虽然损失了五个大星位的颜军 却多了两个中天位的高手 这让他们玄冥教的势力不降反则 而现在又是和通文馆幻音坊大战之际 与其杀了两人不如让他们去寻找龙泉宝剑 孟婆的话劝动了明帝 我就再给他们最后一次军 如果他们两个再敢对玄冥教不利的话 我就亲自送他去见颜军 而黑白无常恋化了吸收来的功力后 彻底咸鱼翻身 两人正在密室开心之际 神秘人却突然闯了进来 同时他们也接到冥帝下达的命令 让两人去寻回龙泉宝剑 隔天二人来到五里亭 果然李星云等人就在这里 仇人相见大战一触即发 黑白无常怎么也没想到 一直帮他们的人竟然是死对头李星云 要知道曾经如果李星云想要杀他们 简直就是易如反掌 可又为何帮助他们到达中天位的功力 黑白无常杀死五大阎君的事情 已经被冥帝知晓 为了保命二人只能拿到龙泉剑 在他们眼里 李星云只是小天位的功力 而两人因为吸纳了五大阎君的内力 功力已经突破了中天位 不论怎么想两人也认为 打败李星云轻而易举 果然李星云的攻击 打在他们身上绵软无力 一点伤害都没有 李星云这操作让一旁的众人都有些发懵 纷纷难问他的用意 不过张子凡却看出了不对劲 原来李星云是在点穴 就在这时李星云却停了下来 李星云 变回你 什么 这是大帅的华阳针法 原来这正是不良帅交给李星云 专门克制黑白无常的华阳针法 据说这套华阳针乃是神医匾 却亲手打造的 黑白无常虽然现在的功力是中天位 但那都是从别人身上吸取而来 而李星云刚刚用内力点中 他们周身各大要学 就是为了配合这华阳针法 从他们的身体中剥离五大阎君的内力 你怎么知道我们吸了五大阎君的内力 黑白无常这才知道神秘人竟然就是李星云 原来李星云从一开始看到 黑白无常杀了招胜阎君 就想到了这个借刀杀人的办法 利用黑白无常的野心除掉五大阎君 然后再来引他们到这五里亭 当初抚养他的爷爷 和陆灵轩的爹爹陆又杰惨死之地 亲手报八年前的仇 而此时黑白无常不仅浑身上下争气外泄 甚至还被自己的尸毒反噬 黑无常见已经无力回天 他便让自己的小妹赶紧离开 可陆灵轩却不肯就这么放过他 即使要死也要死在他的手中 而白无常没跑出去多远 就被一口棺材挡住 此时的白无常还不敢相信 自己才刚刚到达了中天位 以为兄妹两人可以不再认人鱼肉 其料这一切全都是李星云的算计 他不甘地朝着陆灵轩冲去 白无常这次没像之前那样跪地求饶 反而死得显得略带悲壮 原本以为随着黑白无常的死 一切都已经结束了 可就在这时空中却传来一阵刺耳的声音 众人转头看去 一个长相奇特的小孩 竟站在树梢上 军名叫宁立朱有归 明帝如今已经神功大成 只见眨眼的功夫他就来到李星云的面前 而李星云连他是如何出招的都看不清 只是被打得飞来飞去 危机时刻突然出现两人拦住了明帝 正是幻音坊女帝和通文馆李寺源 可他却趁机带走了姬如雪 并留下话要李星云一人来换他的姓名 李星云明知道是陷阱 为了姬如雪他也只能追上去 见到李星云真的一人前来 明帝知道姬如雪对他来说很重要 于是便提出要用龙泉剑来换 李星云二话不说直接扔出了龙泉剑 可明帝却不讲武德 刚拿到龙泉剑就在背后出了手 姬如雪连忙推开李星云 他自己则挡下这一掌 可明帝的一掌又怎么是他能受得了 直接就飞了出去 而这下面却是万丈深渊 李星云奋力去就却抓了个空 这时上官云却他们也追了过来 看到李星云已经失去理智 担心他跟着跳下去 上官云却只能先把他打晕 而回去后的明帝找来道圣温涛 温涛乃精通风水擅长遁地道师之树 此人一向神秘 据说没有什么是他查不到的 所以明帝让他去查龙泉宝藏 然而还不等温涛行动 朱温就已经得到了消息 明帝一听此话顿时动了杀机 可又想到孟婆的提醒 知道现在还不是翻脸的时候 他也只能假装听从安排 朱温的用意非常明显 如今宝藏的钥匙龙泉剑已经到手 那么接下来轻松立功地活 他想交给老二朱有文 到时再传位给他也可以顺理成章 这又怎么能让明帝咽下这口气 当初为了帮朱温夺得江山 他不惜修炼了九游玄天神功 这才把自己变成了这人不忍鬼不鬼的模样 可没想到却因为这样反而遭到了朱温的嫌弃 最后只能成为被他利用的一枚妻子 孟婆 传朱有文 只是朱温怎么也想不到 如今的朱有文早就不是当初的朱有文了 而真的朱有文早就被明帝囚禁在了地牢中 他的话也验证了明帝的猜测 但却不知道自己要传位的人 竟是他安排的冒牌货 所幸明帝直接就安排他和温涛去寻找龙泉宝藏 可这时孟婆却出声提醒 龙泉剑乃是大唐圣物 单凭温涛一人破解不知何事才能完成 为了更快地找到宝藏 孟婆提议召集天下所有能人巧匠 共同研究龙泉剑的秘密 诸不知这却给了李星云击哄 他借着鬼命兵抓捕铁匠之际 混进了玄冥教 然而抓的这些普通铁匠 也只能看出他的材质 又如何能找出龙泉剑里的秘密呢 但说不出来等待他们的结局就只有死 这下顿是把其余的铁匠吓破了的 被强行拉出来也是一个劲的磕头求饶 可仍然逃脱不了被咔嚓的结局 很快李星云就被拉了出来 但他也只能看着剑发呆 眼看着就要被咔嚓之时 匿名老者突然站了出来 原本以为出来一个能人 可他却也只是知道龙泉剑出之于欧野子之手 要想揭开这里面的秘密 还需找到他的后人才行 就在这十一支箭突然射中一名鬼面兵 吓得冒牌朱友文立马就躲了起来 场面瞬间乱作一团 水火判官第一时间就追了出去 奇料这出手之人并不简单 显然还有故意等他们追上来的意思 而李星云则趁着大乱打倒看守的鬼面兵 可他却慌不择路地跑进了玄冥教的地牢中 结果却让他发现了真正的朱友文 只见他双手被铁链绑住 琵琶鼓更是被铁链穿透 可他的眼神却依然凶狠 见到李星云被困于此 他提出了一个条件 李星云听完却苦笑摇头 他并没有因为想要出去就骗朱友文 如实地把五大阎君 已经被黑白无常杀死消息告诉了朱友文 虽然朱友文听完爆末 但却敬佩李星云的人品 最终还是告诉了他出去的方法 可李星云刚一逃出来 就被一人拦下 原来是刚才帮他解围的那名老者 一个是被玄冥教追杀的李唐后裔 李星云 当他看到李星云身上的双鱼玉佩的时候 就已经知道了他的身份 而他特意在此等候 就是为了告诉李星云关于欧爷子后人的消息 而李星云刚走温涛却出现在了老人的身后 原来他一直悄悄地跟着他 作为道圣他第一眼就看出了老人的部分 不过不论他如何严行拷打 老人就是不告诉他欧爷子后人的消息 来人正是那神秘老者 而他身边站着的白衣少女 却像急了掉下悬崖的姬如雪 不过温涛还是利用盾地术逃走 而老者在临死前告诉了姬如雪 李星云去了忘忧庄 接下来忘忧庄避免不了一场血雨腥风了 他长相丑陋无比 却是后梁的泰国皇帝 可他整天就知道享乐 一旦出事就怪罪大皇子明帝 殊不知明帝早有准备 就在朱温身边的女子 她表面是明帝的爱妃 其实却是明帝训练的卧阻 朱温已经得知李星云入旋于教夺戒一事 不过他似乎并没有关系朱有文的意思 反倒是想把这次任务失败的原因 归结到殿下您的头上 休想 殿下请息怒 明帝按照孟婆的主意 把所有的罪责都推脱在朱有文的身上 因为当初朱温为了让二儿子立功 强行把龙泉宝藏的事抢了过去 交给了朱有文 如今出了事明帝表示应该问朱有文的罪 不说你自己败事不利 难道这事 可要归结到雅二弟的头上不成 看到朱温这表明了要偏袒朱有文 不管明帝如何说 换来的都是朱温的呵斥 大胆 竟敢公然顶撞朕 真看你是反了 明帝这次怒了 只要朱温继续怪罪于他 那么今天就是他的死期 不过朱温看到明帝的眼神 似乎察觉到了杀鸡 立马改变了态度 皇儿啊 休怪朕责怪 你是大晃子 自然身上的担子就比别人重 你应该以身作则多见功勋 要不将来 怎么能执掌我们大梁的江山呢 虽然朱温没有降罪于他 但这样一来两人却正面结下了梁子 可明帝如今却一点也不放在心上 因为真的朱有文早就被他控制住 只是一个朱温对付起来轻而易举 而李星云能顺利从玄冥教逃走 那也是他的故意安排 是想借助李星云的手来除掉朱温 此时的李星云已经跟大伙会合 一起去寻找欧爷子的后人 可刚到一处村子就发现了诡异的阴幕 话音刚落不远处就传来一阵凄惨的哭泣声 经过仔细询问才得知 原本平静的村庄 最近晚上总是能听见厉鬼索命的声音 而第二天一早就会有人离奇的死亡 并且都是一些轻壮男子 几人听后顿等不妙 因为忘忧庄就在附近 几人顾不得其他立刻赶往忘忧庄 可他们刚一到大门前 一股血腥之气就扑面袭来 等到他们进去后 却发现这里早已失衡电影 再找了一圈后 李星云在屋里发现了一个活人 只见这人正在地上翻转的东西 而当他转过身后 竟然是玄冥教的道圣温涛 李星云刚要动手 却被上官云雀拦住 因为温涛的真实身份竟是不良人 而他便是三十六天刚心中的天洁星 一直被不良率派在玄冥教中做卧底 随后他便把自己的发现告诉了李星云 只见尸体的掌心发紫 这正是黑白无常的千尸万毒爪 就在此时外面传来一阵阵抽气之声 李星云闻声出来后 却又发现一名蒙面少女 可只是看到他的侧脸 李星云就认出了他就是姬如雪 但不知为何他却见到李星云就跑 不过李星云又怎么会让他跑掉 直接追上去抱住了他 可当揭开他的面纱时 这才知道为何姬如雪会跑 原来姬如雪靠着火灵芝并没有死 但却遭受到了黑熊的攻击 幸亏被这老者给救了下来 之前潜入玄冥教 帮助李星云的神秘人就是他 而姬如雪因为毁了戎 所以才刻意躲避李星云 可经过生死离别的李星云 又岂会在意这些虚无的外表 他真心的表白让姬如雪感动了大哭 而到了夜里一精壮男子刚把房门关上 可下一秒就又被打开了 来人正是应该死去的黑无常 黑白无常明明已经被杀 可为何妄忧装的人 却全部死在了他独有的千尸万毒掌之下 他怎么还没死 绿啊 怎么可能死而复生呢 原来黑白无常在无理听 被李星云用化羊针法搅乱了体内的真气 导致千尸万毒反噬 可没想到这却反而让他有了起死回生的记忆 就在他们被抛尸荒野之时 毒虫的咬式竟已毒攻毒 让黑无常活了过来 不过白无常因为被陆林轩一箭刺穿 所以黑无常只能到处吸纳惊奇 用来给白无常疗伤续命 可这却引来了玄冥教的鬼面兵 平日里你们目中无人吧 没想到也有惊奇 好歹我也是孟婆的人 你们竟敢以下犯伤 以下犯伤 以下犯伤的是你们 来的这些人正是五大阎君的亲信 而黑无常重伤未愈 又是刚刚给白无常传送完惊奇 面对眼前的鬼面兵根本就不是对手 在制服了黑无常后 鬼面兵却把魔掌伸向了昏迷的白无常 黑无常突然醒来 只见几人的真气不断地被抽离 一群人就这样反而成为了白无常的良药 两人互相搀扶着逃离 奇料没走多远就被李星云给拦下 黑无常见状立马跪地求牢 他深知和李星云之间的仇恨无法化解 便想要一力承担用自己的性命换取白无常的离开 但看着身后被杀了全家的莫权 李星云并不打算放过他们 可没想到黑无常却揭穿了他的身份 原来当天夜里黑无常确实去了忘忧庄 不过当他赶到的时候 忘忧庄庄主和莫权已经被制住 而抓他们的人乃是幻音方的九天圣机玄境天 最终庄主不愿透露龙泉剑的秘密而被杀害 莫权也被幻音方的人带走 黑无常只是在他们走后 吸纳了庄主的惊奇 话音刚落两把死神镰刀突然袭来 而来人正是玄冥教的水火判官 水火判官乃是玄冥教排名第三的高手 仅次于明帝和梦国 据说功力已经达到了中天位 而两人合力之下并不比梦婆差 李星云和上官云却只能和他们打个平手 见状陆林轩刚要上去帮忙 却突然口吐鲜血 姬如雪这才会响起 那个假的莫权曾经给李星云倒了碗水 结果却被陆林轩喝下 而在找贾莫权已经不见了踪影 姬如雪赶紧去追 可没想到她竟然也是幻音坊的人 不过面对玄境天 姬如雪仍然要拿回解药 而张子凡因为担心陆林轩 竟直接把她带回了通文馆 并请求她义父李四元帮忙解决 可没想到却出乎意料地顺利 李四元没有二话当即就答应了下来 只是当张子凡开心地去找九叔的时候 却让她听到了真相 张子凡这才知道自己被骗了 趁着没人注意他带着陆林轩就逃出了通文馆 可没想到马车却翻下了悬崖 不过却因此躲过了通文馆的追击 但醒来后的陆林轩竟失去了记忆 这却让张子凡有了机会 每天看着张子凡对自己无微不至的照顾 陆林轩渐渐对她动了心 两人也过上了一段神仙眷里般的生活 等你上全域了 就在这里上见 找来的李星云看到眼前的一切 心里五味杂沉 但看到如今陆林轩幸福的样子 她决定把师妹嫁给张子凡 起料就在婚礼的当天 李四元却找了过来 李星云的身份毕竟是李唐后裔 他的话表面上李四元还是要听的 再加上张子凡与陆林轩成婚 反而可以拉近通文馆和李星云的关系 可李存忠却发现这样一来 通文馆之后必定会交给张子凡 而他所有的努力都会复制东流 于是他便把这消息悄悄通知了玄冥将 与此同时女帝虽然抓了欧爷子的后人 可不论他如何严刑拷打 也问不出龙泉剑的秘密 他也只好亲自出马请回李星云 就在姬如雪单独出来之时 女帝带着人找了过来 为何不回欢迎王 先前弟子办事不律 无言 面对女帝 没事 起码你得到了李星云的信任 姬如雪想借此请求女帝救治陆林轩 结果女帝却给了她一瓶毒药 然而就在两人拜堂之时 一只箭矢突然射来 原来是玄冥教的水火判官 仇人见面分外眼红 大战一触即发 可就在交战之时 张子凡却突然神志恍惚 显然是幻音方的毒药开始发作 陆林轩见状赶紧过来帮忙 起料却被张子凡看成了敌人 这才失手伤了她 而就在水火判官想趁机下手之时 幻音方的玄境天赶到 雪儿 赶紧带殿下和陆姑娘离开这儿 林轩伤势过重 先回幻音方医治 李星云在临走前 还是捡起了张子凡拿出来的那瓶解药 可没想到刚到幻音方 李星云就听到了女帝和姬如雪的谈话 只要陆林轩一死 你和李星云之间便没了障碍 你们俩就可以名正言顺的在一起了 这让李星云伤心欲绝 他直接把贾墨拳和给张子凡下毒的事 全部安在了姬如雪的身上 两人之间也就此产生了嫌隙 殊不知姬如雪并没有听从女帝的命名 给张子凡下药的人是妙成天 而姬如雪为了救陆林轩 却甘愿承受活以弑谷穿心之筒 这一切都是为了李星云 从来没有人受此刑罚后还能活着 看着姬如雪痛苦的大喊 女帝却面无表情 直到姬如雪的内力被吸干 她才控制以后飞回潮雪 然后把姬如雪的功力全部传输给她 这才露出一脸满意的表情 而姬如雪因为当初吃了火灵汁 所以捡回了一条命 不过她如今已经成为没有功力的废人 这一切都是为了李星云 只有这样女帝才能答应救治陆林轩 随后女帝便开始救治陆林轩 不过她只是修复了陆林轩的经脉 想要彻底救活陆林轩还需一服药 这龙贤夜乃是李唐皇室的秘藏 李星云一听就猜到了女帝的用意 她是想借此来寻找龙泉宝藏 只是为了救治师妹 李星云此时明知道是她的诡计 也只能答应下来 随后女帝便带着她来见欧爷子的后人 可没想到却在此看到了道圣温涛 原来女帝所有的消息都来自温涛 为了躲避不良帅的控制 她投靠了女帝 现在你可以把龙泉剑的秘密说出来的吧 你就是李星云 就是在想 莫全在确认了李星云的身份后 便听从李星云的吩咐 开始破解龙泉剑的秘密 只见她嘴里念念有词 将龙泉剑控制漂浮在空中 接着她抓起李星云的手 用剑尖划破她的掌心 鲜血出来的瞬间就爬上了剑身 当鲜血爬满整个剑身后 顿时一道紫光射出 一张地图就此出现在众人的眼前 见多识广的女帝也不禁开始感叹 龙泉剑果然不得反省 作为摸金校尉的温涛 一下就认出了这里就是龙虎山 明天启程 前往龙虎山 是的 而龙泉宝藏现实的消息 根本就藏不住 通文馆第一时间就收到了消息 张子凡也主动提出 前往抢夺龙泉宝藏 克里斯元在出发前 却把消息告诉了玄冥教 他想让玄冥教和幻音方针的两败俱伤 通文馆在坐收渔翁之力 而得到消息的朱温却想把这任务交给朱友文 不过明帝却说龙泉宝藏现实 各大势力全部倾巢而出 恐怕二帝此行会有性命之忧 他提议由自己带着玄冥教众人 在旁协助他完成这次任务 看到明帝这次没有抢功 朱温开怀大笑 殊不知明帝另有目的 他假意哄骗朱温开心 甘心给朱友文做嫁衣 其实他早就做好了准备 一旦找到龙泉宝藏就是他反叛之时 到时候不论是朱友文还是朱温都会是他的剑下亡魂 而他和李四元同样都想做山官虎斗 殊不知真正布局者却是不良帅 留在李星云身边的上官云雀 早就把发生的一切传给了他 原来龙泉地宫是按照上古福系八卦建造而成 一共有八间会移动的密室 却只有一个真正的出口 而此时毫不知情的三大势力已经跟了进来 首先是幻音方的女帝 他进入的密室里除了凌王满目的财宝外 大殿中央还摆放着传国玉玺 如今下落不明的玉玺被本王找到 看来本王是天命祖归 看当今天下还有谁敢拦本王 就在他刚刚接触玉玺的瞬间 手臂开始被冰封 还不等他反应过来 整个人就变成了一尊冰雕 接着就炸裂开来 而这些寒冰碎块顿时洒满整间密室 只要碰触到的人都会直接被冰封 一时间幻音方的人乱作一团 接着就是玄冥教的明帝 他在密室里见到的却是一把龙椅 这才是他梦寐以求的 可就在他得意的大笑之时 朱友文却出现在了他的面前 明帝听后瞬间大怒 直接动用九幽玄天神功将他击飞 如今终于梦想成真 没有人能够再阻拦他 可就在他贪婪地抚摸着龙椅之时 地变突然出现 龙椅开始崩裂 瞬间就化为了飞灰 而整间密室开始燃起熊熊大火 玄冥教的弟子们被烧得鬼哭狼嚎 明帝的九幽神功也不再管用 最后是通文馆的李四元 他进入的密室里摆放的是五雷天心卷 没想到啊 我找了这么多年 没想到 五雷天心卷 就藏在这里 就在他激动地去触碰这本秘籍之时 突然狂风大作 通文馆的弟子被吹得四处乱飞 就连李存忠都站立不稳 见状李四元立马运转 至圣前昆弓稳住身形 福西八卦阙阵 可以使人陷入幻境 难以自怕 直至死去 原来他们进入的密室 都会被激起心中的欲望 所见之物都是梦寐以求之物 可当他们忍不住去触碰之时 阵法就会起动 这时福西八卦阵开始运转 使其宇真正的出入口脱离 成为密闭的绝境 这些别有用心的人将会被灭杀在藏宝室内 只有手持双鱼玉佩的李星云才能走出去 而这颗玉珠正是此阵的阵眼 李星云见状直接拔出龙泉剑 一剑劈碎了玉珠 随着一阵强光闪破 福西八卦阵就此被破除 而就在此时 玄门长老动用毕生功力将阵法逆转 使得各个密室归位 他们也就此逃出生天 而龙泉帝宫因为阵法被破坏 马上就要崩塌 袁天刚的计谋也被破坏 也只能先行离开 可没想到明帝却堵在了洞口 姬如雪刚一出来就被他一招打晕 而他真正的目的却是李星云 虽然李星云功力已经达到了中天位 可在已经把九幽玄天神功修炼至大成的明帝面前 还是不堪一击 就在这危急时刻 袁天刚及时出现 朱友贵还是不敢和活了三百年的袁天刚对打 他直接抓起李星云挡在了前面 随即李星云就被两股强大的真气夹击在中间 可随着时间一场明帝自知不敌 便以李星云的性命要挟 使得袁天刚不得不停手 而他却借此机会抓走了姬如雪 只是李星云可惨 身体承受了两股强大的真气夹击 浑身经脉已经尽数断裂 而唯一能救他的人只有小师妹陆林轩 起初明帝龙虎山之行不仅没有夺取龙泉宝藏 还让玄冥教损兵折将 甚至朱友文也死在了山上 可刚一回来孟婆就告诉了他一个坏消息 老山结下了一封密信 皇上想让二殿下诈并回宫 陈明帝出征之时 好立朱友文为太子 原本朱温是想一尸二娘 如今却二娘皆亡 那么接下来他一定会把怒火全部撒在明帝身上 这让明帝怒急而笑 他为了保大梁江山 停叛乱练邪功 结果最后却遭到朱温如此的对待 想到这里他也不再犹豫 朱温老贼 可孟婆却在这个时候劝住了他 因为如果明帝想要坐上皇位 就不能背上师父杀军之罪 再加上龙虎山羽不良帅的对战 已经让他内力受损 如果这个时候通文馆以正义为名造反起兵 届时将无法与之对抗 更何况朱温还在玄冥教里安插了内戒 必须先解决才行 孟婆 你可真是身谋有力 隔天孟婆就找到了水火判官 原来孟婆就是朱温控制明帝最大的底牌 他将明帝的想要是军的计划说了出来 随后便带着水火判官进入了密室 可就在这时突然降下两个铁笼 将水火判官关了起来 孟婆 你投靠明帝 不对 你进来知乎皇上和明帝的明慧 你到底是什么人 不要试图打破天龙 这天龙是天降云铁铸成的 即便是以朱游归大天位的功力 也无法将其破坏 而等明帝出关后 孟婆告诉明帝现在时机已经成熟 因为李星云已经出发 想要来救鸡如雪 他们正好借此机会 到时把朱温的死顺理成章的嫁祸给他 而李星云在龙泉地宫被不良帅和明帝的内力夹击 浑身经脉进断 为了保其性命 上官云却偷偷把他送去了天师府 最终在张玄灵的救治下 李星云虽然保住了性命 但却成为了一个彻底的废人 不仅武功全尸而且生命流逝也会是常人的树备 如今只有一种办法可以救治 天师不妨直说 天师道有一尽处 可以以脉换脉 选择一功法相符的卢禄 将二人的经脉对定 便可救李星云 也就是说现在只有陆灵轩 这个和李星云失出同门的小师妹 才能救下李星云 只不过这种方法极为凶险 稍有不慎就会让两人经脉寸断而亡 就算成功最后陆灵轩的武功也会尽失 但陆灵轩知道李星云之所以去龙泉地宫 都是为了救自己 所以他跪地请求张玄灵的帮忙 随后恢复功力的李星云连连感谢张玄灵 而张玄灵却只是说受人之托 并没有把实情告诉他 隔天李星云就前往洛阳去就激如雪 结果半路却被道圣温涛给拦了下来 一个盗墓者竟能游走于不良人 玄冥教和婚姻房之间 这么看来 既然我是小瞧了你啊 温涛 你究竟是什么人 原来温涛就是神算子南烟客 他拦住李星云就是为了当初的承诺 曾经李星云答应过他一个条件 如今他让李星云登上皇位成为天下之主 解救这让百姓水深火热的乱世 随后他便把皇宫的地图交给了李星云 殊不知李星云此去却成为了明帝的替罪羔羊 就在刚刚他还在寻欢作乐 可大儿子明帝却突然闯了进来 明帝却一改一往顺从的态度 不卑不亢地站在原地 可朱温早就在他的身边安排了卧底 已经知晓他此次前往龙虎山 不但没有得到龙泉宝藏 还故意让他二弟朱友文之身犯险 最后惨死在了龙虎山 朱温的一具怪胎彻底激怒了明帝 这是他最大的忌讳 如今却从朱温的嘴里说出 要知道他变成如今这模样 那可全是为了帮他朱温打下江山 此时朱温见到明帝的暴怒 他却慌了 明帝一步一步地慢慢向他靠近 他已经忍受朱温多年 明明自己为了大梁江山牺牲了一切 而他却偏偏要传位给老二 如今时机已经成熟 今天明帝就要是副杀军自己登上皇位 虽然保护朱温的这些护卫都是高手 可面对明帝却还是不堪一击 他的九幽玄天神功已经炼制大成 对付他们简直如同砍瓜切菜 几个呼吸间就全部躺到在地 直到一颗人头飞向朱温 他这才真的感到了恐惧 然而明帝等这一刻已久 现在朱温才想起父子之情为时已晚 就这样一代残暴的君王 憋屈地死在了自己的儿子手里 而他之所以选择今天动手 那是因为李星云为了解救姬如雪 现在已经潜入了皇宫 可他却不知道自己早就被当成了替罪羔羊 就在他刚刚进入宫殿时 外面就有人大喊抓刺客 李星云知道自己上当了 赶紧向外飞去 起料刚刚还守备空虚的皇宫 现在却人声鼎沸 四面八方的守卫一瞬间就把他围得严严实实 而明帝却从天而降站在旗杆上狂笑 李星云 你敢潜入皇宫行刺我父皇 今日我就杀了你 替他报仇 你说下这一刀调货 如今真相已经不再重要 世界皆知李星云乃是李唐皇室后裔 与朱温父子有着不共戴天的大仇 只要对外宣布是他为了报仇杀了朱温 那么天下人没有人会不相信 你如此硬险狠 就不怕遭报应吧 明帝刚杀了朱温就以为他是皇帝 张口闭口地称自己为朕 他以为只要杀了眼前的李星云 那么世间就没人能阻止他称帝 殊不知李星云根本就不想和他抢皇帝的位置 他来此只是为了救走纪如雪 说罢李星云就动了手 可他却连明帝的影子都碰不到 眼看用龙泉剑无法伤到明帝 李星云便甩出了化阳针 结果还是被明帝轻松地用手指接住 接着李星云继续攻向明帝 不料明帝竟然直接站在了他的剑尖之上 李星云这才知道原来明帝是在耍着他玩 可他无论如何就是碰不到明帝 最后明帝玩够了直接一掌将他击飞 接着明帝就要给他最后一击 而就在这时突然两道暗器袭来 居然打断了明帝的一缕发丝 而来人正是刚刚和陆林轩成亲的张子凡 原本明帝以为胜券在握 把朱温安排在自己身边的水火判官抓了起来 接着在大殿之上 他完成了多年的心愿 是副杀君把这锅让李星云来背 只要当着众人的面杀掉李星云 他就是新任皇帝 这一切似乎都在按照他的计划在进行 可就在他要给李星云最后一掌的时候 张子凡却突然冲了出来 明帝并没有夸口 即使李星云联手张子凡 两人还是被打得找不找北 明帝的九幽玄天神功给李星云挠得浑身是血 可虽然看着李星云凄惨无比 殊不知李星云是天生其脉 而张玄灵为他疗伤的时候 就用五雷天星爵激活了他的经脉 如今越是受伤他的功力就会越强 随着明帝的这次攻击 李星云的血液慢慢地流淌进了龙泉剑 结果却让他与龙泉剑血脉相通 只见他双眼闪现金光 爆发出来的真气轻易地就挣脱了明帝控制 随即剑指天穷 一条真气化作的金龙围绕周身 明帝刚刚起身 李星云就甩出了化阳针 只见明帝周身黑气缭绕 他穷极一生苦练的九幽神功 正在一点一点地被化解 眼看现在自己不能再战 随即他便下达命令 你们能老去干什么 不上 起料这时所有人都无动于衷 而就在这时房顶却传来一声狂笑 正是不良帅带着非白无常 原来不良帅的算计 在三十年前就已经开始了 表面上是解散了不良人 其实他是让不良人悄悄地潜入了个大门派之中 孟婆杀了他们 金属老神 不能从命 孟婆 你也是不良人 明帝是怎么也没想到 一直为他出谋划策的孟婆也是不良人 而李星云看到明帝这凄惨的下场 便动了侧影之心想放他一条生路 可他却偏偏不甘心 假装离开趁着李星云转身之际反过来偷袭 结果却被李星云一招金龙出海打飞出去 而李星云这次不再留情 化阳针全数计出 就这样一直做着皇帝梦的名帝 在不甘中化为了飞灰 主是父子已死 大逃万岁 李星云在这珊瑚海啸般的喊声中 走进了金兰大殿 袁天刚带领着一众不良人向他跪地叩拜 看着近在咫尺的龙椅 李星云却说他没有什么雄徒霸业 更不想执掌什么江山 他心里只有朋友 小师妹 还有他的爱人姬如雪 说罢毫不犹豫地放弃皇位 拉着姬如雪就要离开 可就在这时姬如雪的身体却被一把长刀贯穿 而出手之人正是不良帅 看着李星云这个扶不起的阿斗 不良帅是想用行动让他成为孤家馆 可李星云却因为姬如雪的受伤 动用了龙拳剑的金龙之气 将不良帅斩杀在了大殿之上 活了三百年的袁天刚怎么也没想到 最终会死在自己一心扶持的人手中 然后李星云就带着姬如雪销声匿迹 有军席尽 朋友就先来